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波波是一个很开朗 活泼的 还有很喜欢搞笑的 开心果 我爱波波 他那时候我是15年来的 然后他那时候 个子比较矮了 然后就是上课的时候 就是一些做手工的 做一些家政的 像那些包皮的水果 他都不会包皮 然后他直接把那个吃掉了 最多做一分钟 他就开始 哎呀 烂糙 不安了 然后就从益智园 刚才说毕业到培治四班了 经过他一双能干的手 勤劳的手 他自己可以洗洗菜 然后再削削皮之类的 然后他就做完以后 通过自己的劳动 通过自己的动手能力来 吃起来他很开心 他能够甚至做到半个小时 我的下一步就是说 刚才之前艾莉就跟我讲到 要学一些就是说礼貌上的用语 用语啊 手势啊 这个我觉得也对波波呢 也非常的重要 我就想通过这个礼貌用语啊 来教他一些这些礼貌用语 来表达自己 好有力啊 然后我呢 也会一直陪伴他 守护他 爱护他 希望他能够好好地学习 天天能够开心 天天能够快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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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